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乐观豁达 重情重义 却因为一段恋情被人误解 你怎么会去喜欢人家小S喜欢过的男生呢 你抢了别人的男人 面对乐家的尖锐提问 他能否泰然应答 你今年方领几何 让他起勿自今潇然泪下的深爱之人又是谁 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叫我什么是爱的人 乐家深度对话 让你看到一个幽默 深情 灵动的曾宝怡 你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 叫你什么 我喜欢别人称呼我宝怡 我小学同学是叫我曾爆牙 因为我小时候 有吗 牙齿挺爆的 我后来高中做了矫正牙齿 所以现在才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看的 然后我大学之后呢 开始有人叫我阿宝 后来我一直维持着工作的时候 都叫我阿宝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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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自从我来了内地之后呢 我知道一提起阿宝 大家就想唱名歌 所以呢 我也不跟人家抢这个名字了 我还是叫宝怡吧 今天开始我们的快风快答第一题 来 宝怡请听题 好 讲 这么成章啊 来 请问身高体重和年龄 这三样东西谈起哪一样 你比较介意 体重 我介意别人说我有点胖 请问你最希望跟内地的 哪个男主持人合作 除了乐佳以外 我觉得何炯汪涵都不错 你今天居然这样伤害我 来下一道题 我有说你的名字啊 我说除了你之外 我觉得他们俩也不错啊 也不错 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 是 我说都对 请问对你老爸的密称是什么 Daddy 这个很普通啊 私底下 他不在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妹妹 我们叫他老曾 我们叫老曾 你见了他会叫吗 OK 来 下一题 请问 你和老爸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 应该是有一年我去出国度假的时候 我玩疯了 然后那年刚好过年的时候 我忘了打电话回台北 跟我爷爷奶奶说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然后我爸爸说 宝姨 做人不能这样 然后就 我觉得那个是他对我说过最重的话了 然后那天我就哭了 就说了这句说做人不能这样 这句话已经算中了吗 对 想不到吧 我爸其实是个挺温柔的人 为何有娱乐圈美食老涛的名号 因为我真的很爱吃 而且跟我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如果没有办法把我喂饱的话 是不能让我上台的 但是一般在工作的场所 和伙食都没有那么特别 所以我很庆幸 我的两个经纪人都特别会点菜 他们都把我喂得肥美肥美的 你认为在娱乐圈当中最会吃的人是谁 最会吃的人 曾志伟 真的 比你吗 比我会吃 此话怎讲 他是宁愿不睡觉也要吃宵夜 就明明比方说第二天早上 他可能三点才下飞机 五点就要工作 他也不会说我找时间回房 酒店休息一下或者什么的 没有 他就是去吃宵夜 我的问题是 你的下一个生活目标是什么 做自己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的状态 还没有达到 正朝这个目标迈进 曾志伟 曾宝怡 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妇女搭档 二人的幽默调侃 默契配合不过去人气 然而这位从小就不在身边的父亲 对于曾宝怡来说 一度只是个远房亲戚 那么 顶着巨星之女的名号 曾宝怡如何创出自己的路 父亲曾志伟的光环 对他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曾志伟这个名字是靠山 还是压力 我觉得有靠山有压力 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其实你说他是不是靠山 他觉得是靠山 因为的确省了不少麻烦 至少在这个圈子里面 美人会欺负你 其实还是有 但我当然也曾经遇到过一些 比方说 在跟你握手的时候 就是比方说他会用手抠你的手心这种的 我就会觉得你不是我长辈吗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对 就是 你应该讲 是一种比较让人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理解 那不是一个绅士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但这种事情说实在的 你说我入行 今年也十五年了 你只发生过一次 我觉得我运气很好 我都遇到好人 我就想知道 就是别人在跟你聊天 或者采访你 或者跟你交流的时候 老师 哇塞 你爹好厉害呀 有个好棒的爹呀 老师提到你 这个会不会让你觉得自己 其实还没有那么 那么OK 会不会有不爽的这种感觉 十年前我可能会 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 然后别人还是 张口闭口的都在问 跟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但是过了这些年 我很清楚的知道 他绝对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我很骄傲 他是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然后他 他带给我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 做自己 我父亲是一个特别表里如一的人 他从来不会在我面前 道貌岸然 说他自己有多了不起 说自己有多高大威猛 说自己有多帅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哎呀 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么自在 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而我觉得那是一个父母 可以给子女最棒的礼物 他没有规定你 非得做什么不可 他自己就做给你看了 我就是这么自由自在 所以你也可以 身教 其实是大于言教的 一个父母说的再多都没有用 就是做给子女看 他做到的 你好像主持的时候 是不是很喜欢跟你爹一起去主持 我看好多 好多活动老是把你跟你老爹拉在一起 你们都不了解 我很不爱跟他主持 嗯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迟到早退 又不做功课 然后又很爱乱放炮的人 有你帮他在后面收拾 他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特别累 他就会说主持到让谁 老一二 好 那我去喝酒了 就不管讲什么东西 反正有女儿在那边听着 对 然后呢 流程 保一计 就好好走 喝酒了 吃饭 吃宵夜 但是 但是我必须要说 是 我也挺喜欢跟他搭档的 因为 我觉得这几十年来的默契 没有人比得上 他光是挑一个眉毛 我都知道 接下来是不是该捂住他的嘴巴 不要让他再讲了 这么厉害 因为那个眉毛如果挑错了 我就知道他要讲错话了 好吧 到底他跟他爹之间 能够默契到什么程度 让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真的假的 大家好 我是曾宝怡的爸爸曾志伟 大家好 我是曾志伟的女儿曾宝怡 大家好 听说你爸爸很高 你女儿也不长 年纪那么大还没出去修啊 对于女儿还需要爸爸养吗 还不打个招 看我的小孩子好 你好 这个 这个视频是一个经典的视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之后 你老爸就让你们两个 好像是有一个拥抱的镜头 就拥抱了 对不对 这个当初在拥抱的时候 你会尴尬吗 其实不会 我觉得就是一个挺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 我往那个方向看 我很清楚地知道 就是今天 然后 而且是完全没事的 因为那个 我们两边的那个眼神跟互动交流 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 大家都希望着能够继续往前走 2001年 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曾宝怡闹出了交保链 媒体一面倒的报道称曾宝怡对小S横刀夺爱 与节目主持人黄子焦相恋 曾宝怡形象被毁 声望极准 2009年 黄子焦在节目中公开表示 是自己先喜欢上曾宝怡 但和他交往 是在和小S分手后才开始 坚决否认曾宝怡是第三者 2010年的鸡马奖 成全了小S与曾宝怡 十年来首度同拍 对大家戏称 一爆你恩仇 哎 还不打个招 哦 看我哥好 小S好 哎你好 我们现在是要上演近视前嫌的戏码是不是 我抱她的同时 我其实在演 其实都是成熟女性 以前有在计较那些 你知道过去小情小爱的东西 而且说实在 你根本不是我的敌人 你是我的恩人 但这个事情在当初应该是对你有伤害的哦 对大家都挺有伤害的吧 可是你后来也跟你喜欢的男生 后来两个人也分开了呀 那你后来会有后悔吗 因为当初这个事情外界不管 你要明白对于大众和外界而言 就会觉得哇 你怎么会去喜欢人家小S 喜欢过的男生呢 你抢了别人的男人 因为外界在评价的时候 肯定有很多话都会变得非常难听的 你会有这方面的 首先我确定一件事 除非这个男的骗我 就是他一定是解决了某部分的感情之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这个是我听到的部分 至少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相信着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后悔 我的人生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因为那都是 如果那都是我做的决定 如果今天我选择 或不选择一份感情 交杂着非常多外界的因素 比方说 我觉得别人会这样看我 那我也不是真的喜欢这个男生 我觉得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那我也不是真的喜欢这个男生 我觉得如果当时我算计了很多 我可能这辈子都瞧不起我自己 那么你怎么会是一个 在爱情上这么算计的人 你怎么会因为 你觉得他对你的事业会有损害 所以你就选择放弃了一个 你可能喜欢 而且有可能陪你走到最后 当然虽然后来没有 对男人 当然你说放长远来讲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哎好傻 或者说你看你看 当初就叫你不要这样吧 人生哪有那么多早知道的 我又不是算命 我是非常惊讶 你会以刚才那样的态度 来说这些话 我觉得很多人会遮遮掩掩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 我可以现在这么坦然 因为 因为真的都过去了 我们不都过得挺好 这是那些年了 你还可以同时肩负到我们的音乐 我先说为什么我会这么注意音乐 是因为我曾经在电台 做过五年的DJ 而且我是一个歌手 两期让我过过瘾 因为我真的没有听你参观 就刚刚那个 出去是不曾走过的路 带着飞机在的香弄 打开了门外太冷的空气 会需要一个勇敢的笑容 有时候咧咧撞撞撞向前走 总是会发现难免的差错 来不及讲得太晚的对不起 会变成此处方向的星座 这首歌叫《专注》 但我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我觉得很励志 然后给了我很多勇气 继续往前走 它副歌是 就出发进宫 就不要惶恐 去发现遇过天晴的专注 每次要撑不下去 撑不住气 要记得深呼吸 但我觉得 它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我一个朋友帮我写的歌 然后 这个歌词我觉得 就是它当时给我的鼓励 对于自幼父母离异的曾宝怡来说 被爷爷奶奶带大 和姑姑大伯 及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并不缺少家庭的关爱与温暖 在娱乐界小有名气之后 母亲 弟弟 也先后进入娱乐圈 在这样一个全家鸡艺人的大家庭中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相处之道 对于圈内真真假假的新闻 明星家庭又是如何处理的 你家里面有全家都是艺人 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一件 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呢 还是一件 其实也是一件 哎呀 挺 挺无聊的事情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像 因为后来 比方说我妈妈也做了艺人 然后我弟弟也做了导演 也做了演员 亲弟弟吗 然后以至于我们就有很多话可以聊 尤其是比方说我爸爸我跟我弟弟 我们三个凑在一起的时候 哇 那只天马行空没完没了 我觉得大家共同话题多了很多 而且比较能够了解彼此的工作 也给彼此很多建议 这个是比较开心的地方 那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很多时候常常就会被问到 跟他们有关的 不见得跟你有关的问题 比方说你老爸又喝醉了 被人家抬出去 丑态百出 或者是你妈妈谈恋爱啦 不类的这种 那像你们家你比方说 你忙一块东西 老妈忙一块东西 老爸忙一块东西 你们平常如果在一起交流的话 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交流呢 交流很多吗 交流挺多的 因为我们话都很多 所以一讲就是讲个没完没了 就是赶快把这些时间 没有沟通的 没来得及说的话 都一起把它讲完这样 可是如果像你刚才所说 你说有的时候 比方说媒体会来采访你 问一些你老爸的事情 那你也知道有的时候 也会被媒体吓套了 你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如果第二天要上报的事情是真的 我们会互相打电话 联络一下说 这个是真的 知会一生 我们不要成为看帽子才知道的人 但如果是莫须有的 或者是无中生有的 我们就懒得说了 我其实一直在想 生活在像你老爸这样的一个光环下面 他又是一个很随性 很大条的这样的一个人 关于他的很多新闻当中 什么样的新闻会让你最尴尬 我相信那个什么酒喝多了 这个根本就不算是什么 最尴尬 其实我挺不喜欢 有时候比方说他喝多了 然后讲一些不太好的话 尤其是他年纪大了 然后他还这么没有节制的吃喝玩乐 我担心他的身体 那你为什么不管他呢 因为管不动 也管不住 讲不听 他就是讲不听 那有越像那种可能性 其实他不管怎么不听 不管嘴巴怎么说 他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渴求 非常希望他女儿管他 其实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虽然他平常没在听 但是从大概七八年前还是十年前 我每一年父亲节 我都送他一个固定的父亲节礼物 就是健康检查 全身的健康检查 然后叫他去台湾做健康检查 我就跟他说 我说爸 反正呢 这个健康检查我是准备好了 你来 你就有礼物 你不来 那是你自己丧失这个 哦 那就没有了哦 你也知道现在健康检查不便宜哦 你要占我便宜的话 就要来做健康检查 他也挺乖的 每年都有来做 他也收下了这个礼物 我听你在描述每一个细节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你们的关系真的很好 小时候我很怕他 我觉得人真的不是生下来就会当父亲 或生下来就会当女儿的 我们其实都在这个路途当中 不断地学习 他也学着当爸爸 我也学着当女儿 在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见面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父亲知道 我过得怎么样 所以我从高中吧 高中开始 每个礼拜给他写一封信 写信去香港 其实他一封都没回过 我持续至少写到大学大二大三 你确定他是收到的 他确定有 我确定还有收到 为什么不回呢 他大概觉得没必要吧 那你还是自私不倦地继续写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今天不是说我要得到你的回应 而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在干嘛 我在想什么 其实我写的 你看每个礼拜写都是流水账 但我就是知道他就是有在看 那我也不管 我就一直写 因为我心里是觉得 我觉得沟通就是 总有一个人要先做 你不可能老是在那等着说 奇怪 如果你是我爸你为什么不来跟我沟通 我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你想跟他沟通 没有那么难 你就主动一点 我从你身上完全感觉不到 你老爸和老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分开这个事情对你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我是感觉不到 首先是我很庆幸他们是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分开的 我爷爷奶奶非常疼我跟我妹妹 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跟你说一个小秘密 今年七月的时候我跟我爸爸一块出国旅游 我们去坐邮轮 在邮轮上第一个晚上 他就忘了叫我吃饭 忘了叫你 忘了叫我去吃饭 我就住他对面 我说你梳洗好了 敲敲门 我们就一块下去吃饭 七点半 没人来敲门 八点 没人来敲门 八点半 没人来敲门 我心想说 你要是大个便也该大玩了吧 然后我打给他 他说我忘了 我说你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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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出来第一天 你就忘了叫我吃饭 我说还好 我那时候真信心 我说谢谢老天爷 我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要不然我从小一定流落孤儿院 就我爸爸会忘了我在这里 忘了我在那 所以我说人生啊 真的很多事情都是安排好的 就是我就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如果我是我爸爸带大的呢 我可能也没有这么稳定的个性 我爸爸也不会这么绽放 做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真的真的 他们告诉我说 你现在跟你老爹沟通的方式 经常是用吃的方式会比较 为什么会说吃 我就不太理解 因为他很爱吃 其实我也很爱吃 所以如果凑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会说 那最近又有什么好吃的 好 那既然你们都很喜欢吃 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来了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你觉得 吃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吃货最高境界 应该就像我爸这样 都吃成这个德性了 还继续吃吧 那个很多人应该不向往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向往的是 不管怎么吃 永远吃出你这样的身材 这是很多人向往的 那我 我是 我其实也挺 挺 我觉得人生也不能毫无止境 就是毫无止境的享乐也好 或毫无止境的放松也好 他应该 人生应该是一个 就是有弹性的 然后有节奏的 你刚说我吃了两三天 好吃的 我可能就会修个一两天清淡的 除非我在旅行 那我就 然后还能准备 一天午餐 安排得好好 少量多餐 然后呢 分配 这一餐不能叫太多 大家分配的吃 因为我们一天要吃午餐 所以几点的时候 赶快再去找地方吃东西 吃货就是有计划的 我觉得是要有计划的 我现在就想起来 你在前面 刚才像蓝家 你最近一段时间 做了两个 特别 让你兴奋和满意的节目 你说我跟萨贝宁 萨贝宁 你跟萨贝宁也有什么 宝贝组合 我们最近在央视做一个节目 叫梦想新搭档 我知道啊 这个节目 然后所以人家把你们两个的名字抽出来 叫宝贝组合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挺有意思的 一般的歌唱比赛都是歌手一个一个上去比 或者是比方说歌手搭着素人这样来比 我们就是两个歌手成为一组搭档 然后来比赛 所以那个难度其实又更高了 因为每个歌手都有自己很独特的性格 然后他们又要达到一个艺术的高度 然后又要彼此磨合跟妥协 另外一个节目好像就和吃有关是吗 对 那个节目叫味觉大战 味觉大战 而且就是在我们央视播出 二套 二套 就是好声音的美食版 我们不知道做菜的人是谁 他不知道他是专业厨师 也不知道他是 比方说草根的民众家庭主妇 或者他是做各式各样职业的 我们三个导师坐在那儿 就是凭着那一勺 我们盲品 吃完了之后 决定要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学员 学员 学员 因为他其实是一档真人秀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喜怒哀乐 是非常真实的 原来一个选手 他的心意 是真的可以贯注在这勺菜里面的 人如其菜 有的人就是特别的张狂 所以他上来的肉就是这么大一块 或者是他下的辣就特别的味道重 你吃就好了好了好了 有的呢就是那种 你知道家庭主妇特别小心的 切切切切切切 放到小小的 你看他就觉得 他是男方来的姑娘 因为都是特别秀气 然后呢有的就是很想赢 所以他就是非常张狂的在设计那些菜品 我关心的事情是 为什么节目组会来请你 如果一直都有在跟着我的消息的知道 我在十年前 我在台湾曾经跟我妈妈做过一档节目叫做宝妈宝妹幸福汤 宝妈宝妹幸福汤 也是个吃的节目 它是一个主菜的节目 你跟你老妈两个人一起上 对 然后我们也出了好几本阿宝亮汤 就教大家煲汤的书 保养应该是由内而外 好过由外而内的 因为由外而内只能做补救了 但由内而外你不但是整个人的状态 气色 其实人之所以看起来好看 不只是五官而已 一定跟你的气色 你的美语之间 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态度 都是合而为一的 那当时我之所以会跟我妈妈出这个书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有出版社想要找我出美容书 我说 其实我不太美容的 就是我不太喜欢涂涂抹抹 花很多时间在那儿敷这个弄那个 我说但是 其实我们家女生皮肤都很好 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喝煲汤的关系 所以不如我们来出一本煲汤的书吧 我觉得 要补不如食补 因为食补是天天都可以做的事情 对于很多大陆人来说 台湾是个美食圣地 曾宝依的到来 引发了全场的美食大考验 你认识这些台湾水果吗 这些奇怪的名字 又是什么台湾美味呢 趣味考场 精彩开考 以下台湾特有的水果叫什么 这个问题不要问你了吧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不一定吧 我看 杨洛欣也不要问 你是台湾人 好吧 我问你吧 这是连雾 你怎么会有港台枪啊 因为我是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 哦 台湾的 连雾 连雾都出来了 下一题你可以不要回答吗 你是台湾的 你肯定知道了 来下一个东西 是什么 这个要考一下 这个天鹿 班石料 不可能吧 不是不是 错了 杨梅 杨梅 你见过绿色的杨梅 这个好像北方 就是松树节的那个松果 吴云蕊知道吗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没有吃过 谁 很好吃 来吧杨洛欣来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叫释迦 因为它长得像火头 就是那个 释迦摩尼的释迦 释迦摩尼的释迦头 很好吃 对 我曾经有一次在台湾玩 在街头看他们卖过这个东西 但是我不敢吃 为什么 很好吃的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和榴莲的味道很香 没有没有 绝对不是 它很香 然后它还有 它还有另外的品种 叫凤梨释迦 它就是跟凤梨一起 但是交配做出来的 它类似 它的口感类似 有点像香蕉 它有点绵软 绵密 但是味道不是香蕉 它里面有点像大蒜 一半一半的 对 对 对 它每一颗 像熟了的大蒜 对啊 对啊 是啊 它每一颗拨出来 就是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中间有黑的 对 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吃的 它手会吃得粘巴 很粘 如果你有一个好妈妈的话 它会一颗一颗挖出来给你吃的 哦 加一个 这是什么 屏幕 啊 来现场的观众什么 翻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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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拔辣 拔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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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 就巴勒 看看答案怎么说 巴勒翻十六 好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 关于食物的题目 以下的名字指的是什么 来 棺材板是什么 棺材板是台南的一种小吃 它是呢 把一个 吐丝 比较厚的吐丝 然后中间挖空了之后 放一些酱汁啊 酱料啊 在里面 然后拿出来 因为它有盖子 看起来像棺材板一样 这应该翻译成 生官发财的意思 哦 它就是 有这个谐音 对 有这个谐音 明白 花枝是什么 花枝是一种 海里面的生物 是 花枝我们通常在这边 应该把它 跟墨鱼是化等号的 鱿鱼了 就是我们 不是鱿鱼 墨鱼 墨鱼 它还有分 墨鱼 鱿鱿鱼 墨鱼 鱿鱼 和鱿鱼 鱿鱼 不一样的东西 一看就會做的訣竅啊 就是 就是台灣米酒跟台灣醬油 台灣的乳酪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佐料 叫做油蔥 油蔥 就是我們這裡的蔥油拌麵 是不是 蔥油 它是一種 洋蔥是什麼 紫色的洋蔥 這麼大 然後有一種跟洋蔥一樣 它的兒子這麼小 叫做小香蔥吧 還是小蔥頭之類的 好 反正就是拿來 然後把它切了以後 切碎之後 炸了之後就被油蔥 曾保怡同學 除了吃以外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 別看他在節目上面 攀笑風聲 顯得特別的豁達 特別的有智慧 特別的開心 善於調動氣氛 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 其實 他哭的刺手 遠遠超越人的想像 我們呢 為了把他這種 這麼美麗的畫面 叫梨花帶雨的畫面 給記錄下來 我們特別做了一個小片子 要對這個 予以記錄和紀念 我們來看一下吧 常常聽到寶姨講 他們家裡啊 這個 堂哥堂弟啊 表哥表弟是幹嘛幹嘛幹嘛 在一起去哪裡玩 去哪裡吃 他這個就是一個家的精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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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祖父母 我的祖父母 你通常在什麼情況下面會哭 比方說 剛才 我覺得你現在就是有點想哭耶 因為我突然想起了我錄影的那個狀況 哪個錄影 剛才放了好幾個錄影 我跟我媽媽一塊錄影的那一個 我覺得是因為看到那個畫面 因為那個畫面 如果我沒記錯 可能是我爺爺剛走不久的時候 我們去錄影的畫面 我記得那次錄影 我是真的哭得挺厲害的 有大半的時間 都是我媽跟小燕姐在講話 然後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的 就是大概有五到十分鐘 我都沒有對的鏡頭 我挺想念他的 因為我爺爺是 因為我從小是我爺爺帶大的 我記得我爺爺過世的時候 有個聲音 有個聲音告訴我說 這輩子 第一個全心全意愛我的人走了 我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小時候是我爺爺帶著我長大 然後陪著我上學 然後晚上睡覺前吃他 煮牛奶給我們喝 幫我們簽聯絡簿 你知道他已經過世兩年多了 我以為我已經 很坦然地面對這件事 但因為我剛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其實我又 就是那些過程又回來了 我挺想念他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爺爺 絕對是我人生當中 最捨不得的 他是這個世界上 第一個叫我什麼是愛的人 我覺得雖然現在我都還在學習 但是 想到都還是會挺難過的 你知道 每次我在安慰別人的時候 我都會說 哎呀時間是最好的 療傷的工具 但我爺爺離開這件事情 給我一個很大的 的 上了很大的一刻就是 有些事情真的不是說 你時間長了 他就會沒事 他就會衝膽 他就是會在一個很 讓你措手不及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你走在路上 突然之間你抬頭看到一棵樹 你就會想起它 然後你就會哗哗的哭啦哗 發現說 其實他已經走了兩年了 但這件事情 還沒有過去 其實我知道他現在一定很好 我最怕在節目裡面講到他 因為每次講到他我都會很失控 沒事 但是 我想起他的時候 我不是難過 是 覺得很溫暖 他對你這大的意義是什麼 你剛才說他讓你明白了愛的意義 他讓我明白了善良的意義 我也是個特別善良的人 他常常很吃虧 被別人占便宜 他也都笑笑的沒關係 我好慶幸生活在一個 這麼善良的家庭裡面 然後 有一個這麼好的家人 陪伴著我長大 我記得好像謝娜結婚的時候 你是他的伴娘 對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 他結婚的時候 你比他哭得要慘得多 他哭得比我慘 他絕對哭得比我慘 但是他們告訴我好像你也哭得很慘 我也哭得很慘 好像我跟謝娜認識 我們應該是06 06年認識了吧 我看著他 經歷過一些人生的過程 有開心的有不開心的 然後他在這個波折當中 最後能夠找到一個珍惜他的男人 找到他的幸福 我覺得那是一個在身邊陪伴的朋友 很開心的一件事 其實那天哭不是說 覺得說顧倒慘不是 其實我真的替他開心 因為我知道他真心的開心 而這個開心得來多麼不易 真的 你在為別人開心的時候 你在參加別人婚禮 為別人開心的時候 你自己開心嗎 我開心啊 那你不會看到別人 有了很幸福的情感的歸宿 你想到自己不會覺得特別的失落嗎 你怎麼知道我不幸福呢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啊 我挺好的 你今年方靈幾何 我40了 你再說一遍 我40了 幹嘛叫天啊 你怎麼保養 剛剛回答了 我覺得心情很重要 我到現在我對這個世界依然保持著一種 好好新奇的那種感覺 我為什麼會說我今年做這兩檔節目對我來說很重要 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 到今年我都還覺得說 哇 我能夠做不管是夢想新搭檔 或者是味覺大戰 對我來說還是 像沒做過節目一樣那種新奇 那種期待 去錄影的時候 哎呀他們今天會唱什麼歌 哎呀他們今天會做什麼菜 把所有的感官都打開了去感受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 你要說如果我有什麼保持 看起來比較不像我現在這個年紀 的小秘訣的話 我覺得心情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看起來之所以 好像比他實際的年齡還要再更大一點 是因為他其實對很多事情都沒有興趣了 他知道人生就是這樣 反正世界就是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再努力也沒有用 不是的我到現在都覺得 明天一定還有更好的事等著我 應該這麼說 每個人一定都有自己的人生計畫表 我並沒有想要照著大家的人生計畫表走 我有我自己的節奏 如果我到現在都還維持著一個 看起來不太像是這個年紀的狀態的話 可能我還沒有準備好 也不是沒有準備好 我並不覺得那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你有想過沒有 事實對於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如果現在在看電視的男人們女人們 曾經一度覺得說 哎呀 事實是個危機 我必須要告訴你 我到了現在 人生剛剛開始 我覺得好極了 我覺得我明白一些事情 真的 你懂我對不對 你懂我的 很多人都很害怕 覺得說哎呀 到了這兒別人就覺得我們是聖女了 我們就人老中黃了 沒有人要了 別人都覺得我們是別人減聖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我們減不到我們想要的呢 是不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明白事理是很棒的一件事 別人可能都覺得 我覺得她現在一定過得還好 她四十歲都沒結婚的 超慘的 你因為要吧 所有人都問了她說 她是不是 什麼嫁不出去啊 給她爸爸壓力啊 或者是什麼的 我心想 我結婚了我還要分我的財產給別人 到底是誰得利還不知道呢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我好得不得了 我覺得今天的節目錄得很舒服 但剛剛我的喜怒哀樂你們都承接上了 你也都問到了 我覺得我錄得很開心 真的